Hello 各位安安 我是依依 今天呢要來帶大家介紹 在再二這張模式中 需要必備哪些的拼命武器 然後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要先宣傳一下就是 在這幾天 呃我製作的 一張 新的 Tradio的 全新遊玩模式的 反套路邏輯思考地圖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去玩看看 我們先看手槍類 手槍類呢有 這左邊的98武器 這98武器在二這張模式中 就是 常用的 也就是平民武器 好首先我們先介紹這兩把 黃金嗜血流砲跟新鑽彩砲的區別就是 新鑽彩砲的 B模式也就是右鍵 他的傷害比 原版的 或者是黃金嗜血流砲的 攻擊傷害還要高 不知道 各位 知不知道這一點 對 然後 這 這 新鑽彩砲 趁黑市有開的期間 可以買下他 對 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第二把 血跡 應該是念血跡吧 這把三把飛刀呢 就是 和諧 在二之章恐懼之間 第二階的boss 的 飛彈攻擊 就是可以消除他 這樣子 再來是 TTE 這把 死神系列的手槍武器 這把武器呢就是可以從 高路 高 高處 跳到低處的時候 用他的b模式來 減傷害 這樣子 再來是 死神光蜜骷髏 SKE 或者是 鬼神 無雙SK2 這兩把牆呢 是專門 定在二之章的 殭屍用 然後再來是 獵魔者 BGE 這把武器呢 就是 洗錢用的 為什麼要說 洗錢用呢 就是因為他的 b模式有燃燒效果 就是你打到殭屍身上 會一直燃燒 然後你的金錢就會一直 增加 再來是 10萬伏特 10萬伏特這把槍呢 在二之章的用途呢 就是 定王 卡王 這兩個 也是同意思啦 就是 把王卡住這樣子 然後 如果 有一天被和諧的話 這把槍也沒用 對 總之 就是趁黑市開放期間 大家可以去購買 這些 平民武器 有槍壘 對常用的 再來是 閃彈槍系列 這三把閃彈槍呢 就是 在二之章 CP值還蠻高的武器 然後也可以在 黑市中 買得到 對 主要是 BG11 他的 B模式的攻擊傷害 在在二之章模式中 CP值很高 再來是 NK3A1這把火焰閃彈槍的 攻擊有 燃燒效果 就是可以洗錢用的 然後傷害也蠻 高的 當然限於普通模式 然後這把 聖戒 裁 J11這把槍呢 在在二之章模式中 B模式傷害也蠻高的 當然只限於普通模式 或者是 昆斯以下 難度 再來是 衝鋒槍武器 衝鋒槍武器 主要是 圖片中的這八把武器 這八把武器呢 主要是 蝶血轉加6 的 傷害 對 加0也是可以 只不過傷害很低 主要是加6 再來是 那個 T3 就是洗錢用的 然後再來是 順殺者也是洗錢用的 再來是 暗藍之月 這把槍呢 就是 跟飛刀一樣 三把那一把一樣 就是可以和諧 第二階孔居之間的 飛彈攻擊 然後再來是 斯特零四槍 他的傷害 在災熱之章模式中 也是算蠻高的 再來是他有這把 刺刀 是 有些王的背部傷害會 Double加倍 還有他的 AM模式 的子彈 攻擊傷害也蠻高的 就是 平民武器的 CP值算蠻高的一把 再來是 野牛衝鋒槍 也是繃帶系列的武器 然後傷害也很高 也是刷錢用的 對 這兩把也是 主要是 呃 T3 還有 聖殺者 還有 野牛衝鋒槍 還有樂高 S1451 然後還有 SK3 這 幾把都是 在戰略之章模式中 起錢用的武器 對 然後也可以 升等 升很快的武器 對 這樣子 再來是 步槍類 步槍類武器呢 有王者之木 這把武器呢 就是跳頂用的 然後生存用的 然後再來是 蒼穹EX 或者是 准雷 或者是 風帶系列的 狙擊槍 這三把是 穿牆用的 然後 唯一這兩把就是 打王傷害用的 對 然後再來是 第三把 打飛鷹就是 和諧恐懼之間 第二階的 飛彈攻擊 對 然後再來是 塔納托斯的憤怒 就是 當你 下面有一堆怪 不知道怎麼過去 就拿這一把槍 的B模式的 彈 丟出去 它會只分散 分散之後呢 它會只 炸槍石 這樣子 就入回走 對 主要是這個 用途 再來是 10度 轉輪 這個也是 在二階之章模式中 輸出 前 前 排名蠻高的 對 主要是 這樣子 再來是裝備類武器 裝備類武器呢 可以 發現圖片中有 四把的 武器跟 兩顆 手榴彈 對 主要是這兩把 烈魂槍跟螺旋牙 這兩把 佳麟的武器 都可以在 缺乏愛德里霧盒 開啟 拿得到 對 然後再來是 地獄火衝 這一把要搭配 SK1 或是 SK2的 平民武器 就是來拓殭屍 然後再來是 RPG7暴敏 這把武器呢就是 再加上傷害 蠻高的 然後 就是 比如說王 王的血 已經到紅血了 或是一半的血 你就可以 拿出這一把武器來 就是 傷害 然後傷害 比較高 這樣子 再來是 手榴彈 這一 這個 這一顆 聖水手榴彈呢 在大家的帳魔之中 必須要有 費難多 或者是 呃 武器陣兆 對 這兩個才可以在 大家的帳魔之中 使用 然後這顆 手榴彈的 使用方式就是 刷錢 對 因為它有燃燒效果 對 然後再來是 喉塞雷 喉塞雷呢 就是拖殭屍用的 或者是 延遲殭屍掉下來 緩衝殭屍 來追你 這樣子 對 再來是 近戰類武器 近戰類武器呢 主要有 戰爐之魂 這一把 武器呢 在 缺乏愛的箱子 可以開啟 到它 它的用途就是 在緩速區 可以 無視緩速區 就這樣 這是正常的前進 跟著 凝霧者 還有 聖光之錘 這三把都是 無視緩速 緩速區的 區塊前進 然後再來是 這兩把 TT9或者是 T 這個是TT9或者是 TB9 這兩把武器 就是在 這張模式中 輸出用的 對 主要是戳王的背部 然後傷害這樣比較高 然後 刷錢比較快 以上這些武器呢 都是可以在 黑市 開放 期間 買得到的武器 然後 也是 比較便宜的武器 大致上就是 這樣子 然後希望大家 喜歡這支的 在二支張模式中 平民武器 還有 基本武器 裝 的 介紹 這樣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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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